念头就像种子,深眉心田,有人要在春天开花后,方知种的是什么植物,自新的清明,是开在淤泥中的莲花,人生有不同的阶段,每个阶段的心智和需要都有所不同。 在岁月的长河中,只有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,才不会迷失方向,不要被别人或者外物牵着鼻子走,要知道自己要什么,明了自己的目的才会有主动的决定,和正确的选择与做法。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,就像羊群里跟着走却不会识别方向的羊,只有那些有明确目标的人,才能在人生道路上少走些弯路。 只不过这种人少之又少,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未知的变数里,今天想要得到的,明天却未必再想要。 现在梦寐以求的,将来又可能弃之不顾,这里面所有的角色在不停地变换,在这个过程中,还不是简单地想要就能得到,想不要就不要,而是很可能在想要的和不想要的之间,会发生许多矛盾和纠纷,于是难免又要发生断裂,到最后自己也不明白。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?我们要知道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,如何让自己在奉献中,享受到生命本身所应该得到的幸福和快乐。 如果不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那么我们这一生就是在疲于奔波,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,也就体会不到属于自己的快乐。 人们必须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并且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,才不会被外物牵着鼻子走。 无数事实都告诉我们,给自己一个定位,明白自己的目的才会主动地做更正确的选择。 我们的时间有限,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活里,不要被信条所迷惑,不要因为忙从某些信条而活在这些信条里。 不要让任何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,最重要的是要有跟随内心直觉的勇气。 你的心与直觉知道你想要什么,顺从自己的内心,不被外界所干扰,你就不会成为一只没有主见在羊群中迷失自己的羊。 当我们徘徊在十字街头,迷失了行动的方向,或者寻寻觅觅找不到生活的方向的时候,我们就要静下心来,给自己一个定位,明确一下自己想要什么,把握住现在,才能达成自己的目标。 抬手相让是一种气度,心境通达是一种通透的智慧,这气度和智慧能让你摆脱心灵上的束缚。 丝毫必争,挤兑人错,是很多人对某些事情的第一反应,但有时候吃亏是福,这福说的就是智慧,是一种大气。 人只有大气才能达到心境通达,心境通达是一种通透的智慧,这种智慧能让你摆脱心灵上的束缚,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,何必去跟别人解释你为何待人受过。 修炼心境就是修炼人生,事实上生活中有些人是本着这个原则去做的,但往往有时候人们缺乏修为,无法坚持到最后。 有一位绅士急着去处理一些事情,但是在途经一座独木桥时遇到了麻烦。 到了独木桥之后,绅士刚上桥走了几步,就看到桥的对面来了一个孕妇,于是绅士很礼貌地退了回来。 孕妇过了桥后,绅士再次上桥,急忙向对岸赶去,但是走到桥中央时, 一个挑着两大单柴火的桥夫匆忙地迎面走来。 绅士什么也没说又退了回来,让桥夫过了桥,有了这两次的经历。 绅士在上桥之前,等了几分钟,桥对面确实没有人时,他才又上了桥。 上桥之后,绅士迅速地向桥对面赶去,眼看着马上就要过桥了。 谁知这时候,桥对面赶来了一位推着独轮车的农夫,绅士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桥了,而且已经让过两个人了,不应该再让了。 绅士摘下帽子,非常有礼貌地向农夫说道,尊敬的先生,你看我马上就要下桥了,能不能先让我过去呢? 农夫生气地说,难道你没有看到吗?我正急着去集市呢。 两人携伤不妥于事争吵起来。 这时候和尚驶来了一夜小粥,粥上坐着一个胖和尚,于是二人同时叫住和尚,让和尚来评评力。 和尚两手一合,看了看农夫问道,你真的那么着急过桥吗? 农夫说,我真的很着急,晚了怕赶不上级了。 和尚说道,既然你那么着急赶时间,为什么不给绅士让一下路呢? 只要你稍微让一下绅士过去了,你不就可以早点到急事了吗? 农夫无话可说,但还是不愿意让路。 这时和尚对绅士说,你为什么要让农夫给你让路呢? 仅仅是因为你快到桥头了吗? 绅士感觉非常委屈辩解道。 在此之前,我已经给两个人让过路了,如果这样一直让下去的话,我可能永远也过不了桥。 和尚反问道,那你现在过去了吗? 你既然给那么多人让了路,给农夫再让一次又何妨呢? 既然过不了桥,至少应该保持绅士风度啊。 你何乐而不为呢? 深是听了惭愧地低下了头。 其实在生活中,我们让一让别人又有何妨呢? 做人不能太自私,如果总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,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。 人与人之间永远都不可能和解。 所以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,不要看别人的罪恶和过错,要多审视自己的言行。 努力学会通达相让。 虚怀弱骨的心胸能让我们更勇敢地正视自己。 解剖自己,反思自己,懂了自己。 也就读懂了这世界。 挑别人的错一挑一箩筐,但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没错,错全在别人。 但一件事情发生了,对你产生了不利的影响,那你就要反思。 也许就是自己错了那就改,也许真的错不在你。 但这反思仍然有价值。 你可以反思一下在整件事情的过程中,有没有其他的处理方法,能让自己避免不利影响的处理方法。 很多时候,我们会为自己的无知寻找无数的借口。 例如,大家都很浮躁,那人自己有病,就是喜欢这样做又怎样。 说来说去都是自己没有错。 但究其根源,我们却从来都不去寻找自己的错误并进行反思。 其实反思自己对于任何年龄的人都是必要的。 年轻人更要善于反思自己。 走过的路容易出现失误和差错,后面的路更长。 反思自己就更有必要,更有价值。 反思首先是对自身所作所为进行的思索和总结。 反思不理智之情,不和谐之因。 不恋达之举,不完美之事。 往往能够得到真切,深入而细致的收获。 曾子曰,无日三性无身。 反思自己不但要勇于面对自己, 正是自己并且要及时尽行反复进行。 疏忽了,怠惰了,就有可能放过一些本该及时反省的事情, 进而导致自己犯错。 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经验教训的思考和总结。 个人的经验教训虽然来得更直接更真切, 但其广度和深度毕竟是有限的。 要获得更加广博而深刻的经验。 还要在反思自身的基础上, 善于从别人的经验教训中学习。 成本最低的财富, 是把别人的教训当作自己的教训。 倘若青年人不但能反省自己, 还能反思别人。 善于从他人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, 就可能取得成功避免失误。 反思主要是对挫折和失败的思考和总结。 有这样一个故事, 从前有个妇人, 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就生气, 和邻居朋友的关系都搞得很僵。 她非常恼火, 想改吧一时又改不了。 于是终日闷闷不乐, 有一天她和一个好友聊天时, 说出了心中的苦闷。 朋友听完后就告诉她, 听说南山庙里的老和尚是个得道高僧, 他也许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 于是她去找那个和尚, 问老和尚自己为什么总是生气。 和尚笑而不打, 把妇人带到了一个小柴房的门口让妇人进去。 妇人很奇怪, 又不明白老和尚的意思, 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柴房。 这时老和尚迅速把门关上并上了锁, 继而转身走了。 妇人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, 就骂起和尚来。 骂了很久高僧也不理会, 妇人又开始了哀求。 高僧仍置若罔闻, 最后妇人总算是沉默了。 高僧来到门外, 问她现在还生气吗? 妇人回答说只是在生自己的气。 气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鬼地方来受罪? 高僧说连自己都不能原谅的人, 怎么能够原谅别人呢? 之后离去。 过了许久, 高僧问妇人还生气吗? 妇人说生气也没法子啊, 没法出去。 高僧再次离去。 当高僧第三次来到门前时, 妇人立即上前说自己现在不生气了, 原因是不值得气了。 高僧笑着说妇人心中还是有气根的。 高僧走后妇人在屋子里反思自己。 终于有一天, 当高僧迎着夕阳站在门外时, 妇人问高僧, 大师何为气呢? 高僧把手中的茶水倾洒在地上。 妇人看了很久以后顿悟, 寇谢后回去了。 妇人反思了自己的所作所为, 之后恢复了平和, 认清了自己, 从而达到了不知气为何物的境界。 如何反思自己? 第一要认真思考, 挖掘根本的原因, 看看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。 更要懂得反省自己, 不要总是束落别人的不对。 第二是要正确地衡量自己, 错误是不是全部出现在别人身上? 自己到底有没有错误? 假如事情的方向发生了转变, 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哪些方面没有顾及到, 导致了事情的改变, 要取得反思自己的成效。 关键在于善于将反思后的认识付诸于实践, 要使自己碧绿的青春得到金黄的收获。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情耕耘, 善于反思。 这样才有可能使过去的失误变成今后的成功。 使过去的成功变为今后更大的成功。 真正品尝到今秋的穷江玉叶, 享受到大地赐予的丰收喜悦。 心清静的话, 纵然是地狱。 也能看成清静沙徒。 这世上最美最纯的, 是人们没有被世俗沾染的天性, 本心指天生的心性。 人的内心若清静, 不被凡尘杂实困扰, 那他的心境就回到了他原本的天性的状态。 关于人的天性有三种观点, 性本善,性本恶,性本空。 佛家讲空,善。 即后天随善即善, 随恶即恶。 善恶都是后天形成, 因此人们要从善如流。 三字经中有句话是, 人之初性本善, 人在刚出生时, 本性都是善良的, 性情也很相近, 其中初的意思是人生命的开端。 善的字面意思是指品质好, 心质良好, 指人性的光辉点, 人心的美好。 但随着各自生存环境的不同变化和影响, 每个人的习性就会产生差异。 佛家曾说, 一心谜是真身, 一心觉则是佛, 正是因为人性本善, 所以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放下过往立地成佛。 人的内心若清静, 不被凡尘杂事困扰, 那他的心静就回到了他原本的天性的状态。 虽然这个世界上也有恶性存在, 但是却否定不了人们本性的善良。 虚云大师曾说, 自信清静法身佛, 即此现前, 究实言之, 真妄一体, 生佛不二, 生死涅槃。 菩提烦恼, 都是本心本性, 不必分别, 不必心厌, 不必取舍。 此心清静, 本来是佛, 不虚一法。 所以清静心就是本心。 古人云, 学道犹如守进城, 紧把城头站一场, 不受一番寒彻骨, 怎的梅花扑鼻香, 不受一番寒彻骨, 怎的梅花扑鼻香的比喻, 即是我们三界众生沉沦于生死海中, 被五欲所缠, 被陈老所获不得解脱, 顾拿梅花来做比喻, 因为梅花是在雪天开放的, 大凡世间万物都是春生下长, 秋收冬藏的, 冬天的气候寒冷, 一切昆虫草木都已冻死或收藏, 尘土在雪中也冷静清凉, 不能起飞了, 这些昆虫草木尘土灰灼的东西, 好比我们心头上的妄想, 分别, 无名, 嫉妒等烦恼, 我们把这些东西去掉了, 则心自然自在, 也就是如梅花在雪天里开花土香了, 但是你要知道, 这梅花是在冰天雪地里能开放, 是纯洁之花, 心若一糊涂, 就成无际性, 若一造恶就成恶性, 若一造善就成善性, 所以有些恶是后天形成的, 其实这一切都是心在作怪, 内心杂念多不平静, 随恶极恶, 为了恢复我们的本心, 使心灵能变得纯粹, 我们在平时做事时要懂得自保, 懂得应变, 那么如何自保怎样应变, 这就成了我们需要知道的问题, 自保的意思就是人将要受到外来伤害的时候, 在不能够取得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, 果断采取的自我防卫措施, 这种情况下要学会察言观色, 以不变因万变, 使自己能从万恶中冲出来, 使自己的本心不被外来的事物所干扰, 保持清静的内心, 这样善就会留在心中, 这里有个故事, 有一个卖布的商人, 人们都叫他韩老板, 韩老板被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迷住了, 这女子是个狐狸精, 变成了人形, 韩老板不知道, 继续与他亲密, 日子久了, 韩老板渐渐雷若起来, 后来韩老板的一位朋友替他求得了福转, 贴在房屋的暗处, 用来合进虎女, 那虎女暂时离开, 几天后又回来了, 她并不怕那福转, 但是有一天夜晚, 她与韩老板共寝时, 忽然披衣坐起来问, 你有什么特异的念头吗? 为什么我觉得有阳刚之气咄咄逼人, 赐得我不能安宁呢? 你给我老实交代, 韩老板说, 我并没有什么念头, 我刚才只是在想, 邻居的吴先生, 迫于负债, 把他的儿子卖为歌童, 会受到坏人污秽, 凌辱, 我不忍心见到读书人的后代沦落至此, 便想筹措四十两银子, 将他赎回来, 因此才年转未眠, 那个虎女听完韩老板的话后, 急忙推开枕头说, 你有这样的念头就是善人, 害善人会受大处罚, 怪不得我刚才觉得有一股钢尖的堂堂正气, 赐得我坠坠不安呢, 我不敢害你就此别过, 于是他与韩某接了一个长吻, 在长吻的过程中, 他向韩老板的口中虚了好一会儿气, 就挥手别去, 韩老板从此感觉自己的元气得到恢复, 又像先前那样健壮了, 只有使内心回归到纯粹, 透明, 善良如初, 心才不会受到牵绊, 这世上最纯最美的就是你那颗真善美的心, 用一颗平常心品味人生, 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更柔软, 更懂得生活的真谛, 人们一直在寻找一方净土, 以求净化自己的心灵, 快乐的生活, 用平常心的心情品人生的味道, 才会让自己的内心更加柔软, 才能培养良好的世界观, 人活在世上不一定总是一帆风顺的, 会遇到很多意外的麻烦事情, 有时候会因为在一个事情上过不去, 而生出许多烦恼, 继而也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埋怨自己或别人, 人们会抱怨上天的不公, 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人, 其实事情发生了, 我们改变不了结果, 但是我们能改变自己的心态, 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时, 理应冷静下来好好想想, 以一颗宁静的心对世界微笑, 佛陀常教导众生, 诸恶莫作, 众善奉行, 自尽其意, 是诸佛教, 的确佛教教导我们的思想是不作恶事, 多行善事, 就会得到好的结果, 人生难免有意外, 这个意外如果带来的是不好的结局, 就可导致人的意志消沉, 甚至从此一蹶不振, 面对这种情况, 佛家开解人们要有一颗清静之心, 从容地面对生活中临时出现的各种磨难, 快乐的生活, 面对失败和挫折时一笑而过, 然后重整旗鼓, 面对误解和仇恨时一笑而过, 然后保持本色, 面对赞扬和激励时一笑而过, 然后不断进取, 面对烦恼和忧愁时一笑而过, 然后努力化解, 清静心直重得本, 一切功德从清静心中来, 世间法也靠清静心, 心一定要清静, 才能活得洒脱没有烦恼, 心清静的一个含义就是不可测, 无障碍, 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, 因为人们的心静太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, 恶人受丑陋之心的牵引而做坏事, 普通人也可能因为直着心, 愧疚心等, 而使自己陷入痛苦无法自拔, 如果人对于外界的事情心有挂碍, 并由此生出了懊恼心, 那这颗心就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, 如能清除忘心, 回归真心, 则学佛之人必修成正果, 世俗之人也能除去烦恼自在逍遥。